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觀塘作為某文嚴選最地獄的上班地點 隨時上班下班都失禮兩三小時 午餐吃飯至少排半小時以上走不掉 如果這樣也要中伏也別說不慘 今天來到觀塘工業區 要試一間很特別的日本餐廳 特別是甚麼? 它夠濕 普通的日本餐廳變成日本滑蛋餐廳 看過你就知道 今集的主角位於觀塘晉業街 中海日升中心二樓的朝日屋 有網民投訴當中有兩款滑蛋餐廳 出現水浸的情況 並且寨衣和浸到散光 還拍片為靜 看來的確是多誇張 其實今天這個姿勢最糟糕的只有兩個檔 只有鰻魚滑蛋和豬泡滑蛋 我們的焦點就在這兩個點上 我們叫叫它 趁兩個檔還未到 說說餐廳的環境 其實看得出周圍的裝飾都頗用心 而竹簾和屏風分隔了餐廳和走廊 不同品牌的日式酒就做長式 日本的旅遊小賊子 的確有點像回鄉下 這次它醒目了 它分開相片 跟我們原本的帖子見到的不同 惡精了 說不定有看過帖子 不過實情是怎樣看 就這個豬扒滑蛋當來說 醬汁又不像Post說到水浸一樣 份量也不小 但唯獨味淋加得太多 太甜 弄得吃不到蛋味有點失色 差一點 豬扒入口也夠亂不塗口 炸衣又沒有爛 我反而覺得這點做得不錯 但因為醬汁實在太甜 快炸衣上醬汁更甜 有點受不了 他們多數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好醬汁之後 放過豬扒上去 加上滑蛋 然後再炆一炆 另一種就是 直接把豬扒放在飯上 最後做好醬汁和滑蛋 一下子就淋上去 後者豬扒當然是脆的 但前者多數的皮 都會軟軟的 就視乎它軟軟的 會不會爛 這裡我就這樣看 對呀 我又不覺得皮是有爛得很離譜 起碼每一塊肉和皮是黏著的 我覺得合格 鰻魚滑蛋湯真的多汁 這個量真的加半隻蛋都不成問題 鰻魚滑蛋湯真的水浸了 但今次就是飯和滑蛋分開上 可以自己控制攪拌多少汁 問題就不太大 反而鰻魚給我驚喜 吃到鰻魚的油香味 肉質軟身得來又不散 比豬扒做得更好 兩個人總共吃到192元 我就感覺沒有post說得那麼誇張 真的多汁到爆炸 鰻魚皮有沒有像紫皮一樣 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實在太甜了 如果它可以改善少少 其實真的不錯 我喜歡它歸類是這個伏字 但分數可能有點低 只有兩分 OK的 味道不錯了 甜了一點 真的甜了一點